大家逛街走在路上 走在热门商圈走三五步 看到的不是便利商店 而是满街的娃娃机店 哇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赚呢 怎么这个娃娃机店 一家接着一家的开 而且很多人去投资哦 一窝蜂的杀劲去投资 但是听说 最近有一窝蜂被迫出场逃命的状况 还有人警告 说娃娃机已经面临了泡沫化的危机 这当中的玄机到底在哪里 为什么有人就是能够赚 但是有人赔得很惨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个统计 这张图代表的是 去年一到十一月份 全台有登记的娃娃机店 这个娃娃机店是要登记的 它还有证照 有执照哦 那这个一到十一月份呢 看到了全台登记的娃娃店 一月份有三千多家 十一月份已经成长到七千两百零六家 而且这个还只是有登记的 没登记的大有人在 所以那个时候 去年的时候 这个娃娃机店啊 一家接着一家的开 表示不怕泡沫的人大有人在 那一家接着一家的开 就表示很多人在投资 买了机台 放了东西给大家夹 但是真的有这么好赚吗 我们看到这个展店的热潮 是在持续上升 但是夹娃娃的人潮 好像有一点点大不如前 有不少的观光景点 都面临了一条街 这个十几家店 结果人潮呢 却只有小猫几只 房仲业者就说了哦 其实啊 其实在去年七八月 这种热潮的时候 还有好多组的客人 都在找适合的店面 但是最近这一两个月 怪咯 居然询问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来看看台北 几大热门的商圈 比如说东区淡水 士林还有西门町 以当地的租金来看 东区当然最贵 那淡水呢 一万块 士林六到八千 西门町三万块 但是现况是如何 现在似乎只剩下 西门町 人潮不解 其他看到了 东区空店面很多 因为大部分都是上班族 比较不太适合设点 而且租金成本太高 淡水的部分呢 只有好像路边 跟社区生意相对比较好 那其他的地方 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的生意了 士林呢 人潮虽然多 店家虽然多 但是静电消费的顾客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所以看到了台北市的娃娃机店 这个人潮 真的有减少的情况哦 我们再来看一下台中 台中的移民商圈呢 租金大概四到五千块钱 营业额也比去年巅峰期 下滑了三成耶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北 看到了台中 那难道全台湾都是如此吗 娃娃机真的退销了吗 但是我们从这个产业当中 也发现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跟房地产一样 北冷 南热 这个高雄在我们的新市场上升之后 难道真的有历史遍地开花的情形吗 我们要来看看这个高雄西门丁之称的 新绝江商业区 那虽然看这个娃娃店开机的人潮 哇好像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显见就没有业者想要逃命啦 近期反而还越开越多 春节啦 寒假期间啦 这个店里更是挤满了人 所以我们看到有厂主就说了 机台一个月就可以赚6万块钱 黄同学就说 没有感受到高雄夹娃娃机的店有变少啊 那甚至有人说 比较没有特色夹的东西的确差不多 但是他们一定会看到 有喜欢的东西才会来夹 所以无论如何 这个娃娃机市场饱和 的确是一件可以预见的事实 但是还是有人会持续投资 甚至南台湾高雄还这么热 那不免让人好奇 他们站稳市场的carbo 这个mega到底在哪里啊 比如说 简单来讲也许 我们现在看到的娃娃机店 跟以前十几年前的娃娃机店不一样 所谓的不一样就是现在投资的方式 现在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我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去租了10台或者是12台的娃娃机 然后放了东西就让大家夹 那当然有收入就是我自己的 可是近年来近一两年来发展的模式变成 我是一个场主 我本来是租了一块地 但是我如果呢自己要去租10台机台 也许成本太高 那我租了10台机台之后 我就把这10个机台再分租给10个台主 他自己叫做场主就有点像房东 那这个台主呢就有点像他的房客 你一个台主来跟我租一个机台 那这个机台里面的东西 你负责放 你负责放掉下来多少钱就算你的 我的收入就是什么 就是跟你们台主一个月收5000块 收1万块或者是1万5 我就是收这些电租 然后呢缴掉我的一些成本管理之类的 所以场主看起来好像是比较固定 有这个赚收入的 好 场主其实他们也有一些经营的模式 比如说场主会举办抽奖活动 让客人有意愿进场来消费 而且杜绝摸摸爪 所谓的摸摸爪就是说 大家去抓娃娃的时候 最讨厌就是这个爪子 它好像故意调得很松很松 你扎一个娃娃起来 一下子就掉了 这根本没有好玩的地方嘛 所以呢杜绝摸摸爪 增加产品的出货率 这样大家就会愿意上门啊 再者它聘用员工来寻机台 而且有时候还会教客人来夹娃娃 让你更有成就感 那当然场主也要有效的经营跟管理 忠实的台主也会跟随他一起来开新店 那至于台主的部分 他又怎么样来增加他自己的收入呢 也是有配方的 比如说他会定期的更新商品 因为你只要不跟流行的就没有人会夹 再者他要懂得陈列布局啊 在枪位吸引顾客 什么叫枪位 就是你看到一台娃娃机 他这个商品啊 已经在洞口附近的这个位置 就叫做枪位 也就是说 我只要移动这个爪子 移动一点点 再勾一下 也许夹到的机会相对来讲就会比较高 所以他们也懂得这个配方 再来 装设夹子爪套 让出货率提高 就是他们在这个爪子上面呢 再加个套子 让你呢 增加摩擦力 夹起来 会夹得比较稳 增加你 可以夹到的机会 再者 有一些噱头会来充业机 比如说没有挡板啦 夹前送后啦 好 没有挡板就是 这个出口的这个 洞口的位置 它那个板呢 是可以调高调低的 如果没有板子 没有挡板的话 可能你就比较不会被卡住 或者是你夹到前面的娃娃 再送你一个后面 摆住的这个礼品 这一些都是现在厂主 还有台主 在增加自己绩效的主要方法 提供给您作为参考